哈囉大家好 我是Amy 我是莉 我們終於又同框了 對 然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台日男子大車評 是啊 可是我 我沒有辦法分享台南 我沒有跟台灣人交往過 好熟 對 對 然後會沒有欸 還有 直接來變了 我們第一個主題是就是 關於愛情的表達的方法 對 然後看現在你在吃什麼 喔 壽司 對啊 而且你們知道壽司 是要把那個壽司的魚片放在 你現在 你那個還是不對啊 你要用手你不能夠用筷子 就是嗎 就是用手其實是比較好的 雖然說也是有人用筷子啦 好 愛情表現 對 愛情表現 然後其實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 就是 翻成真文是什麼 就是今晚月色很漂亮 對 但是他的意思其實是就是 他是一個 夏目素食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然後他在當 英文老師的時候 他學生問他說 欸老師我要翻 I love you 你覺得要怎麼翻 然後他竟然就叫他翻成說 今晚的月色真美 對 很帥欸 對 很帥欸 蛤 你這樣覺得很讚 我真的覺得很讚 我 而且後來其實有差 這個只是一個傳說 對 他是一個傳說 就是沒有得到證據 但是 我還是覺得不管是誰 可能是因為這真的是辦得太妙 所以他們就穿 把他附會到了夏目素食這個 大文豪身上 但是夏目素食以他寫的東西來看 你也會覺得他是有可能 所以他也是個便扭的人 但是 我就覺得 哇 所以我每次就是 我男朋友有時候傳簡訊給我 他可能會說 欸今天是蘇巴門 就是超級亮的 或是 他可能傳一個 我不知道 傳一個風景照給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是在跟我說 我愛你 他沒有 我覺得他沒有欸 怎麼辦 他有 我好像沒有真正被說過 要不要交往 我每次都是 就是隨便 直接來嗎 哈哈 沒有直接來 但是真的可能已經有一些 行動之後才會被質問說 欸才會就是 我自己會覺得這樣比較順 就是我自己其實也 就想要用言語表達 就是 就是這樣我覺得好像很尷尬 然後我一開始還是說 在一起了以後也是 在一起了以後也是吧 在一起以後如果 你可能每天跟我說 很愛我 就會覺得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對啊 而且的確是這樣 對啊 就是 日本通常 愛意表達特別明顯 都只是想要上 蛤 那我覺得我老公 真的太直接了 我老公非常 沒有 我很直接 老公就是 直接跟朋友說 把你搶過來 對啊 就是 欸 那我好像有問她說 我是不是你的女朋友最漂亮 然後她就說 不是 她就說不是 然後她說 可是 我不討厭你的個性 你看這個就很日本啊 這就很典型 對啊 然後你就還蠻開心 我想說 不是你很喜歡我的個性 好容易開心 看如果是台灣人 對啊 如果是台灣人 一定就會說 你一定是最漂亮的 至少我覺得 我那天 她算是有變相 在說我覺得 你還蠻好相處的 你真的很會解讀日本人 不是 我是 我是為了要在日本 活下去的正向思考 因為我想到以前的 對 因為我老公比較 比較 不正常 也不是不正常 他比較不像日本人 所以他就會直接跟我這樣 稱讚 但是 以前交的日本男朋友 通常就不會 然後你如果問她說 欸 覺得我今天看起來怎樣 然後她可能就會 媽媽 媽媽就是還好 不錯 不然就是 悪くない 也是 不差 然後我想說 你就不能講一點 正面一點的話語嗎 然後不然就會說 嗯 今日は いいね 今日就是 就是她的那個哇 其實就是今天 還不錯啦 就她就不會給你一個很 真的很正面的稱讚 然後我每次聽了就覺得 唉 就覺得 鐵胸 罵罵是 罵罵還 你覺得罵罵這個 稱讚還不錯的耶 就是 罵罵已經算是 很好的意思了 就是她已經是 雖然她在 四年裡面 最那個 最大級別的稱讚 感 好傷心耶 我沒有辦法 cash到他們的那個 對 但你就比較適合 因為你會幫他們做一下 我會腦補 對啊 我其實也是比較不喜歡 一直稱讚我的人 但是我本人就是一個 不停稱讚的 那你的稱讚有時候都是 就是 職業性稱讚 都聽得出來 哪有 我每天要過 我沒有說你長得好帥 然後他就 我只要跟他說 你怎麼這麼帥啊 然後他就瞪我 他就是爽在心裡 就是給你自己擺眼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 他聽了不爽的話 你幹嘛要一直稱讚他 可是我就覺得 還蠻帥的啊 我真的覺得 就是我有粉紅泡泡 泡泡 泡泡 然後就覺得我是個瘋子 這是 對的啦 你是個瘋子沒錯 不是啊 正常 好吧 好 那你覺得 日本男生做過 覺得最貼心的一件事是誰 做過最貼心的一件事 沒有 0嗎 伊藤君就是 可是這件事情在台灣來說 根本就是理所當然到不行耶 但我那時候有感動到 就是因為本人是一個很常出差的人 然後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網板機場 就是他竟然開車來接我耶 哇好棒喔 他竟然還會嗎 沒有他不會每一次都來 就是他會 偶爾會 就是他如果覺得他時間剛好 就是衝回上菜 給他十萬個讚 對 這在 雖然說在台灣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但是在日本真的是難得可貴到一個不行 超級難得可貴的啊 對啊 是不是很值得稱讚 很值得稱讚耶 就只有這樣嗎 可是這還真是在台灣界 算是很低 可是你要 很低階的 你要找到一個就是能夠 好啦台灣男生 好台灣男子 台灣男子其實我覺得最大的稱讚點就是 對於生理期的女生非常的照顧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是男女朋友耶 就是在學校大家 就是可能在職場也是台灣的男生 對於就是身體不適 其實尤其是生理期的女孩子都比較貼心 就是他會主動幫你買一些熱飲啊 然後或者是幫你拿重物啊 然後問你要不要早點回家啊 然後比如說我要回去的時候 即使不是男女朋友 他也會就是說不然我送 因為我弟也是 他 但是他我婆就是有生理疾問的時候 他就會把他切好水果 然後準備熱的檸檬 只要說你生理期啊 要好好休息 剛結 就是剛結婚的時候 可能比較常吵架 就是我還沒有學會忍耐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每次只要我有一點情緒 我就會說 你是月經來啦 然後他就把所有的就是 應該是他的問題 解釋成是月經的問題 可是他沒有對我比較好 他只是說你月經來 我就會覺得超級不爽 他好討厭 他真的好討厭 算了 反正我們在離婚片也想過這個事情 那你居然還能 那我覺得你適應還不錯啊 你被台南侍奉過 你居然還可以跟日本的男生交往 適應的戀口 就是 是不是賤吧 自己沒事找 沒事找醉獸 那你男朋友有做過什麼事情 你這樣覺得很感動的嗎 他是不是很難 這個問題是不是很難 我以前我之前交往的時候 有一次好像就有想起前夫 然後覺得很難過 我就說我想起前夫 他不會很過癮 他就說 那不然你來我這邊 就是他陪我 然後我就吃拉麵 是不是 還不錯啊 還不錯喔 還不錯啦 對啊 就是他有認真的 想要幫你解決情緒的問題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已經 屌打很多人了 因為很多男生 他就是 覺得你這樣很麻煩 他就不理你或什麼的 我覺得這點還不錯 好像都是女生主動啊 因為你看 那個白色 就是光情人節 跟白色情人節 為什麼是情人節 是女生情人 我真的不懂耶 對 我情人節也覺得很煩 是因為 我覺得 因為我一開始就跟法國人 所以他當然就是 互送 就是大部分國家都互送嘛 可是 日本人卻需要 我先送你 然後還每個月 對啊 你為什麼要照日本的方式 你就是照國際的 國際的 國際的 規定就好啦 所以我只交往女孩 都是有日本的方式啊 我現在的男朋友 本來 還是有什麼好意啊 結果他自己還是 就我們還是有 維持送禮的習慣 我不知道他這個配合 我還幹嘛 之前就教育了 也不是教育 就跟伊藤俊說很多次說 台灣或者是 國外其實是不一樣 就是 比較多是男生可能會 就是 因為是互送 但是可能男生會負責 譬如說訂餐廳啊什麼品 所以台灣的時候 你女生什麼都不用做 不用啊 真的喔 所以女生就是被送 或者是被過節這樣 對啊 就是等著等著 怎麼那麼好啊 所以如果要當公主 還是找台灣男生的 其實比較大一點 當公主一定要找台灣男生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結論 結論 好 拜拜 拜拜